龟猴魚港 遺膚四級 很老愛 這隻很棒 不會咬我喔 這樣會 蛤 會咬我 不會不會 Sasha 我要用海膽蓋滿它 無敵海景的概念 處女群 今天的重點 你看這個蟹膏 看超哥吃東西其實也蠻療癒的 看超哥有個毛病啊 常常稀吃就忘記要介紹 今天帶你們來吃很厲害的海鮮 龟猴魚港 遺膚四級 很老愛 不好意思 我擦一下口水 有這麼嘴纏嗎 我們為什麼會開進來這邊 剛剛後面有一台車頂著我們 他幫我們把炸門打開以後 我們開進來 這是魚港管治區 為了我們開場啊 進別人的黑客 進區 北海岸不只有美麗的風光 還有很好很好的海鮮 跟著我走就對了 這是我的好朋友小豬 螃蟹找他挑就對了 任何的海鮮他都會告訴你 好不好吃 丟不丟行 喝酒 我不知道我要接觸 還是... 豬是有餘餘 什麼處女群 這肚子是三角形 還沒生過 在心耶 母的就變大了 他懷孕過 所以他肚子就變很大 這是沙母對不對 對 這是他的小孩 一樣就是母的 他生過他還沒生過 生過以後就會變成這樣 肚子就變大 他們吃起來有什麼不一樣 這個肉比較Q 這個是比較清甜比較細 如果他沒有生過 他就會這樣一直維持 然後越來越大隻 體型會越來越大隻 也沒有更大隻的 就是處女群大隻不好吃 就有兩隻 打開以後就是整個都是高 你要怎麼分辨裡面有沒有蛋 我...我不會看 蛤? 你賣螃蟹 不能交啊 喔好啦好啦 商業機密商業機密 你只要來找他 沒有蛋的話你就跟他講 對 沒蛋包壞 對不對 沒蛋包壞 這是觀眾朋友的福利 今天還有什麼好貨 海膽 海膽有分什麼 為什麼會有紅色的 馬粉 喔馬粉喔 黑色的是... 紫海膽 阿澎湖的是哪一種 馬粉 馬粉現在好吃嗎 不好吃喔 還有5月之後 他就是會告訴我們實話 老一輩都是說 裝午過後 馬粉才會漂亮 這個包魚看給我們不錯吧 有什麼 有什麼 因為它是南北的啊 南北的喔 所以它是白色的 台灣的是黑色的是不是 對 就像九棚而已 吃螃蟹 找小吃就對了 沒有黃包壞 就知道 這一隻 這一隻很棒 喔 幹 不會咬我喔 會咬我 蛤 會咬我 不會不會 殺小的 化解 啊 處女群呢 這個 會咬的嗎 它會咬 等一下手指頭不見 哇 他尻我 等一下它衝破 然後直接夾到我的臉上 然後掛在我的臉上 變Sit down police 是 Italian means Sit down police 幫我設計的啦 生龍火虎 而且我兄弟 幫我挑過了 就等下打開來 一定很薄 不要撞到一包 那一包也很薄 好 幹 你們老師 這人們都好 這人們都好 嚇死我的貓 這蝦喉 這比龍蝦貴對不對 對 這比龍蝦好強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吃的食材啊 我們是以螃蟹為主 兩隻處女群 兩隻大沙母 保證有高有華 兩斤蛤蜊 還有烏女 限開的 這就是我們的午餐 你看我們工作員的福利 是不是就很好 今天晚上我會睡著走 我們等等就去待客料理囉 哇 剛剛看這個海鮮活蹦亂跳 其實吃海鮮最怕的就是 出來的東西不對 不管是螃蟹沒有高沒有華 或者是說花了大價錢 但吃到不對的東西 為什麼我會常來這邊 是因為我的好朋友都會幫我把關 麻糞啊 現在沒留息對不對 就直接跟我們說 欸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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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 天氣冷的時候螃蟹就好吃 天氣熱的時候就是海膽 秋蟹秋蟹就是這個概念 起秋的蟹 那我們今天又是吃仔蟹的 少婦跟吃少女都有 到底哪一個是我們會比較喜歡的那種 是在說螃蟹啦 海膽蓋半 吃到的是不是 這樣子直接尻下來 我要用 海膽蓋滿它 無敵海景的概念 這樣不夠多 有沒有 我們就是要教大家怎麼過生日 日本料理吃的都是 盒裝的海膽 從日本送過來 我們當然要支持國產貨啊對不對 裝好裝滿 你們自己會最喜歡吃哪一個種類的海膽 我喜歡吃紫海膽 紫海膽 馬上海膽吃起來比較深 紫海膽吃起來比較深 紫海膽吃起來比較深 差不多如何 好爽喔 吃給大家看喔 好 你不要含湯匙好不好 你含住湯匙好像含住我的 紫海膽比較甜 而且比較香 我瞬間我剛剛吃雞皮疙瘩的感覺 一吃進去你會發現那個 海鮮的甜味直接爆發出來 而且還會口齒流香 流甜喔 對對對 兩斤蛤蜊 補成一碗湯 我光在旁邊聞那個味道 我都覺得蛤蜊一定非常甜 湯頭應該是非常鮮 然後回去應該就是非常硬 一柱晴天 沒錯 插花一下海瓜汁的醬汁膠奔 螃蟹上來了 這個是處女巡 今天的重點 把屁股剪開 然後可以把屁股直接拿掉 你看剛好就跑出來 蓋子掀開 蓋子掀開之後就對開對不對 對 喔 喔 就虛尾 各位 你砍砍 你砍砍 再把塞拿掉 塞拔掉 鐵砂掌 蟹膏很濃郁的滋味 對 你看 喔 我都會把那個飯塞進這裡面 變蟹膏飯 吃起來真的是 看媽的高潮 飯啊 放在這個地方 把這個黃搞出來 他媽來的吃法 白飯加一點在裡面 大口的扒飯 你看這個蟹膏 那超哥吃東西其實也滿療癒的 但超哥有個毛病啊 常常吃一吃就忘記要介紹 清潔溜溜有沒有 醋女巡 最正宗的吃法 這隻是沙姆 唉唷 一剪下去都是蛋 我覺得它快要爆香啊 超厲害 看得到快中風了 什麼叫做蟹膏 蓋子裡面滿滿的啊 太好吃了 將凝固而未凝固 大家看一下這一塊 它就是還沒有凝固的 太熟就會硬化了齁 你看那口感就沒有那麼漂亮 我覺得我們拍到這裡就可以了 你看這個蛋 超怕耶 好好吃喔 吃法真的很原始的感覺 很符合我們很派的精神 我覺得我的頭飄飄叫 我覺得我的頭飄飄叫 頭飄起來了 好 啊 乾媽 手都是螃蟹的味道 它那醋女巡 一隻才300多塊而已 台北市的高檔的海鮮餐廳 一隻要價1200到1600之間 當然它個頭比較小 大概是6到8的 因為他們覺得這樣比較甜 就是它的肉的甜度 比較細緻 肉質比較嫩 一般都以為螃蟹越大隻越好 但其實不是 對 處女巡我是喜歡吃它的高 沙姆的話 我喜歡吃它的肉 因為它的肉蠻甜的 蛋跟黃就各一半這樣 然後蛋不要蒸太熟 像我們剛才吃那個紅色的那個就很棒 我比較喜歡吃肉質相對飽滿 然後鮮甜 然後有韓性 蟹膏蟹黃的比例要剛好 拔開的時候 蟹黃整個爆開那個感覺 就很棒 真的很棒 一個非假日的午後 我來到了萬里的海邊 找我的好朋友小豬 美美的享受一頓他推薦的海鮮大餐 對我來說這就是生活 也許不一定要花很多的錢 就能夠感受到人生的美好 除了美食之外 我更看重的是人與人之間的情感 小豬曾經告訴我 他每天凌晨三點 就得開車到漁船卸貨的地方 去挑選當日所要販售的食材 他每天工作十八個小時 已經八年沒有休過假 我想每一樣食物 都要經過多少人的努力跟辛勞 才會放在我們面前 我對於這些背後辛苦付出的人們 總是充滿著敬意 我只分享我覺得美好的事物給大家 我是超哥 一個41歲的大男孩 把每一天都當成最後一天在火 這是我的人生態度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推薦 也祝福大家有個愉快的夜晚 超派人生下次見 希望我的推薦你們會喜歡 喜歡我的頻道請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謝謝帶你們吃好吃的